OpenAI今天终于迎来了一个还挺重磅的更新 他们把之前介绍的这种实时语音的功能 终于要推广到所有Plus用户 有点伤伤来迟的感觉 然后OpenAI发布的这个推特他也说了 就是说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今天已经体验了一下 就是这个语音的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就是属于最近除了Cursor之外 我发现的感觉最惊喜的一个AI能力的提升了 然后如果你是Plus用户 然后你现在手机上还没有看到新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把手机APP整个删除 删除之后重新安装 我是这么试了一下之后就获得了对应的能力 然后现在QRGBT的实时语音功能 它的实时的效果确实已经非常接近之前 他们自己掩饰的这种水平了 而且就是对中文的支持也还不错 虽然有一些就是外国的这种腔 但是它也能模仿中国不同地区的口音 它能有非常生动的不同语气的表现 所以接下来你来看一下就是我跟他对话的这个过程 自己去实际的感受一下吧 我已经准备好开始工作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优先关注的 请告诉我 嘿 我只想说和您一起工作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嗨 很高兴认识您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帮助您完成任务了 好 我们开始吧 那你要不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当然 我是ChatGPT 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伙伴 我擅长回答问题 讲故事 甚至和你聊聊生活中的各种话题 你有什么想聊的呢 我只分你现在的语音语调 有些普通 你能用老北京话跟我对话吗 没问题 咱就用老北京话说话吧 您想聊点啥呀 你要不给我介绍一点老北京的美食 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老北京的美食可多了 像烤鸭 那可是北京的招牌 外酥里嫩 再配点葱丝 黄瓜条 卷在薄饼里 香得很 还有炒干 卤煮 豆汁 都是很有特色的小吃 你有啥感兴趣的没 我不是很喜欢你这 老北京口音 你要不跟我试试用川普说话 抱歉啊 模仿川普的口音我可不行 不过要是聊点其他的 我还是挺拿手的 您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呃 我不是让你模仿川普这个人 我是说四川普通话 哎呀 明白了 您是想让我用四川话 给您摆哈吗 那可以撒 咱们就用四川话来聊 您想整点啥子内容吗 呃 你要不来给我讲一段 那个脱口秀 你要有种那种 刚上台 要去讲开放麦的那种 紧张感 然后最好讲一点 跟成都有关的这种小故事 好 大家好啊 我是个AI 第一次来成都参加脱口秀 心头慌得很 我从小是在数据库里长大的 哎呀 第一次来人类世界 看到啥子都稀奇 头天晚上去吃了串串香 点菜的时候嘛 我直接给老板说 给我来五个鸡的串串 老板弄了一哈 问我是要五根鸡脖子 还五斤 我说哎呀都要都要 结果嘛 差点没把我电路撑爆咯 呃 还有点意思 呃 接下来你要不扮演 就是那种热场脱口秀演员的角色 你来跟我互动一下 你不用担心冒犯到我 好嘞 朋友们 来来来 我问你个问题哈 你觉得一个AI 在成都最容易被啥子美食绊倒 呃 有可能出门被gay绊倒 你这个答案巴士德版 确实哦 成都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走两步就可能被美食拦到 特别是火锅串串 你还有啥子想聊的不 呃 我不跟你聊这个了 你要不来给我讲一个恐怖故事吧 你的语气里要听起来非常的恐怖 非常可怕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一个人独自走在成都的小巷里 巷子里弥漫着麻辣的香气 四周的火锅店早已打烟了 突然 他听到背后传来一阵低人的声音 诶 可以更恐怖一些 以及你可以加一些口技或者音效 夜色中 他猛的回头 却只看到一片漆黑 心跳声在耳边愈发清晰 突然 他身后的巷子深处 传来一阵诡异的脚步声 踢他 踢他 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他的心上 这恐怖点在哪呢 我没感觉到啊 看来我这个恐怖故事效果一般啊 我再加点料试一下 就在他以为自己听错的时候 巷子的镜头突然出现了一双发光的眼睛 紧接着 音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你 准备好进入火锅的世界了吗 好吧 我们接下来要不来聊一聊 严肃一点的话题吧 你觉得现在AI人工智能 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大众对于人工智能有什么样的误解 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当迅速 尤其在语言处理 图像识别 自动驾驶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 你这语气也太严肃了吧 好嘞 那我们轻松点哈 其实呢 AI发展的很快 比如说你现在就在跟我这样一个AI聊天嘛 不过呢 有些朋友觉得 AI会像电影里的机器人那样统治世界 这就是个大大的误会了 所以只有这么一个吗 我们要不先来聊一聊 就是最近一两年 你觉得AI对世界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对人们什么样的生活或者工作场景 是有质的这种提升的 最近一两年 AI真是带来了不少变化 在生活中呢 智能助手变得越来越聪明 包括我们是个提醒 放音乐 甚至还能聊聊天 而在工作中呢 AI帮助分析数据 自动化重复任务 大大提高了效率 总体来说 AI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方便和高效了 你能讲一些具体的吗 你这讲得也太虚了 具体的来说 比方说在医疗领域吧 AI能够帮助医生更快地分析医学影响 比如说更早地发现肿瘤 在教育领域 AI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在零售行业呢 AI能够分析消费者的喜好 推荐他们可能喜欢的商品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哦 好吧 我现在在逛博物馆 然后我人在卢浮宫 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有人举着旗子的这么一个一幅画 你知道这是什么画吗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你描述的这幅画 很可能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 这幅画描绘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中的场景 一个象征自由的女性形象 高举三色旗帜 带领各阶层的人民奋勇向前 这是一幅非常著名的画作 代表了对自由和革命精神的颂扬 OK 然后现在在法国我也希望你能帮我去做一些翻译 因为我不会法语 所以我能接下来就是我说一句中文 你就立刻翻译成法语嘛 好的 没问题 你说的 你好 你这个 我想来两个可颂面包和一杯拿铁 还有就是 这个法棍好像有点太硬了 嗯 非常不好吃 我能退掉它嘛 OK 好的 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 再见 我也很高兴和你聊天 再见 祝你玩得愉快 呃 等等等等 再等等 就是你 我正在跟你一起录制一个YouTube和B站的视频 你要不给我的观众打个招呼 然后你让他们尽量给我点个赞 转发再走 不然的话很哈 你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讲一下这个需求 嘿大家好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在卢浮宫逛的可开心了 要是你也觉得有意思 就赶紧点赞转发一波呗 要不然呢 下次再来卢浮宫 我可就不告诉你我们在看啥了 你这个还真是一点都不好笑啊 再见 你用五种不同的语言来跟观众说一下再见吧 好的 真是不好意思 下次我会努力变幽默 那么再见啦 goodbye goodbye adios au revoir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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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